大家好,我是13N 過了一年,回到了Sonoma Reset 我想要知道的是 上次第一次帶這台 就是小資改的第一集的時候 帶這台來Sonoma 跑出來的速度 跟現在一年過後 有了這些改裝之後 差別、差異在哪裡 那這次在這樣之後 那當然我現在講的這些 也不能說全然是改裝 就直接有的成果 因為我是跟這台車一起成長 中間有經歷過了去賽車的經驗 所以整體起來技術上是有提升 好,那我今天就直接放一段 跟之前忍赤白原廠的時候的比較 我聽到很久了,這個我會不會有更多的 在那裡,我會不會有更多的 因為再開車的經驗 從來,會不會有更多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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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好處是,這兩樣東西其實都很便宜 二手其實都找得到 跟我一樣,一開始跟他原廠車去騎的話 那我覺得原廠胎在跑賽道日 其實是可以的 而且他會比你想像中的 還要更有能耐 但是如果你開始覺得速度變快要推秒的時候 我覺得輪胎的改變其實也非常非常有感 那我覺得我自己啦,我自己是用Pirelli的Supercorsa 他後來名字又改成,叫做Supercorsa SC V3,他是這樣叫的啦 他其實就是之前前幾年,美國推出的TD 就是Track Day Tire,專門為賽道日所研發的輪胎 你可以用軟胎包,你也可以不用軟胎包 這個輪胎 Pirelli我覺得最大的優勢就是 就是他很,怎麼講,很predictable 就是尤其Sonoma,你看到剛剛 有個Downhill的Carousel 往下轉下去 其實那邊中間雖然已經有鋪 重新把那個Crack裂縫補住了 但旁邊其實還有其他裂縫 那這個輪胎他 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跨過去的時候呢 他不會因為 中間的這個裂縫 讓你感受覺得好像突然之間 車體就會 就是變得比較不穩定 那我知道 Downhill Downhill的輪胎通常 他給你的感受是很直接的 馬上就會感受到 就一點點的 不平啊或什麼的 Pirelli的話會比較 forgiving一點 那實際上我體驗的時候 我也是這種感受啦 好啦 那總結的心得 當然就要講講 最後面 接下來要改什麼嘛 那坦白說接下來可能 不會是小資改了 因為有些東西 我想要換那些東西 就算是最便宜的 還也是有些貴 前叉部的話 其實我想要測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對了之前有提到 如果你只是 像我這樣子 原廠的前叉 然後裝了小小的那個 preload thruster的話 他們有人說是 建議前面直接換30 weight 我第一次聽到別人這樣講 那我現在講都是參考而已 因為我也沒試過 他們說30 weight 配原廠 可能是 會比較好 如果針對這樣子 後懸吊對應的話啦 好啦 我要檢查個東西 拜託拜託不要 沒有 OK 現在看不清楚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我之前不是那個 電片充了嗎 目前看起來 今天一整天騎下來 他電片上 沒有流冷卻液出來 可能 所以看起來 目前是沒問題 我覺得要再觀察 因為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要去 再拆掉然後重新更換 換不同的電片 好啦 那這台忍失白的故事呢 還沒有結束 未來 會有更多 好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